這段時間協助我們 贈送我們疫苗相關的國家 都是我非常想要去的地方 應該有一個感恩之旅 指揮官陳徐中首度松口談 出國旅遊最想去哪裡 世界各國相繼松綁邊境 臺灣也規劃三月優先開放商務客 不過民眾更期待的出國旅遊 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發生 就好像那天我看旅行公會 有發表一些建議 其實那建議 都是現在就可以趕快把它具體規劃來 那提到指揮中心 我們可以先相關的先開始來準備 那時機成熟了 那就可以來了 就怕吃快弄破壞 邊境松綁急不得 要按部就班 等商務客開放成功 疫情控制在一定範圍 才有能力談下一步 怎麼走 然後先把一步一步的 現在要14天 減坐4天 相關的潛意措施 把它做完善了 商務客的入境的一些相關的必要性跟程序 那都有經濟部來主責 這個商務客原來其實是一定要申請專案才可以進來嘛 那未來就是不用申請專案 你只要拿到相關的證明或者邀請 你就可以去外館申請簽證就可以進來 未來商務客來台免專案 只要持相關證明就能到外館申請簽證 邊境松綁是在必行 國內疫情也持續穩定 23日只新增兩例本土個案 都是新北遠房屋代銷 宗教協會聚餐相關個案 這也是繼2月7號以來 再度迎來確診個位數低點 那麼口罩松綁政策有譜了嗎 如果戴口罩其實我最想開的是運動 那不過一切都有細節相關的要整體的考慮 拿一遍的公告 口罩解禁第一槍瞄準運動免戴照 國內疫情持續穩定距離解放連旦的日子 指日可待 歡迎收看蔡宇智黃沛涵 台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